警察部队在爆发争议 这次是交通警察进行路卡行动 可是包包和车上竟然有将近4000令吉的现金 引发了外界质疑这是否是不易之财 警方马上行动调查实名交警 有没有犯规 雪狼儿总警长拿督胡仙奥马证实 这批警员来自巴达林在野警区 武吉阿曼警察部队廉政级标准执行部 今天凌晨2点半 检查10名正在执勤的警员 发现其中一名警曹的包包有3313令吉的现金 而其中一辆车又有440令吉的现款 所以警方启动了纪律调查 鉴定当中有没有涉及贪污 涉案警员来自5个警街 最高阶的是警长 调查期间他们依然留在同个警区 可是已经转调职务直到调查结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